浴港青商會的志工 拿起了強力水柱 持續對著牆面清理 厚厚的青苔 立即變得乾淨許多 浴港青商會推動社區服務 選進了阿根納造船廠周邊的邊坡 執行美化社區的任務 這也是配合城市博覽會即將到來 讓城市變得更美麗 今天我們來到這裡 我們其實清理 我們大家都有看到 我們身後就是我們用強力的水柱 來做這樣的一個清潔 因為其實清胎它是在海洋 在這個港口 就像我們在鎮冰於港旁 所以這邊其實它附著上去 其實也有一點時間 那我覺得這種就是必要長期的 去來去維護它 然後我們用高壓的水柱 來做一個清潔 然後來讓那個清胎呢 它的附著可以被除下來這樣 我覺得在這個阿根納造船產這邊呢 其實是一個在基隆在地 非常知名的地標 那一路從不同的城市的觀光客來的話 看到如果這樣的一個 入口處然後 長滿了清胎 我覺得是相對比較沒有這麼美觀的 十多名攝友犧牲假日出錢出力 分工合作美化家園 本身也是攝友的基隆市議員張浩瀚 也呼籲大家一起美化社區環境 讓外線市遊客留下更好印象 我們基隆漁港清商會 特別來到我們阿根納造船廠 那今天我們漁港清商會 來到我們原住民會館旁的這個擋土牆 來做一個完美角落的一個清整 那其實這是我們今年度呢 全國的清商會在推動的一個計畫 我們希望來美化 我們這個每個城市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公共的一個角落 那剛好這個原住民會館周邊呢 現在也可以推動整個一個市集的活動 那另外在接下來的4月22日的基隆城堡會 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觀光 以及城市景觀的一個景點 所以我們特別發動我們清商會的這些會友 那一起來協力來完成擋土牆的一個清整 那希望給我們的市民 以及周邊的居民一個更好的一個環境 那給遊客來的時候也可以介紹說 我們基隆變乾淨的變清整的 我們漁港清商會 在我們浩瀚市議員的這個協助之下 感謝他幫我們 讓我們有這個機會為社區服務 那因為城博會馬上也要來了 那我們希望基隆用最美麗的面貌 來迎接來自我們全台灣 甚至全球國際的所有的來賓貴客 那我們希望能夠為社區盡一份心力 迎接基隆城市博覽會到來 市政府民間社團一起維護 市容景觀 希望讓基隆的進步 全國看得到 記者 黃紹明 基隆報道